真的吗 真的吗 在哪儿 在城乡结合看到的 是一对捡破烂的夫妻 带着个小女孩去买菜 长得特别特别的像 一会儿把笔纸发给您去看一下 心里就是了 谢谢大姐 不要客气了啊 赶紧去吧 谢谢 赵总 现在不只是媒体报道 微博上全是昨天晚上 他们吵架的视频 点击量已经超过好几十万了 这次真的闹得有点大了 我没张眼睛吗 你说这些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有事没 没人出去 玉芳 你太英明了 多亏你有见见之明 我提前多安排几个保安 在厂门口看着 你是怎么想到 赵斯文能有这一手 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是怕他想不出办法 再耍什么阴谋诡计 结果还真让我猜中 所以说 以后对付赵斯文这种人 还真得留一手 是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别想游就瞧吧 我觉得赵斯文不会什么感受的 你看你啊 捅了多大的篓子 你打算这么办吧 赵总这件事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不像万里船的那样 我们就想开着车在周边转一转 你敲山阵 打住 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 如果这件事情你处理不好 我保不了你 你说你啊 干得好事 遮都遮不住 不是我不想帮你 是我还能不能帮你的问题 张哥 我知道 可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一定有人要害咱们 所以我一定要查个水浪师出 请您要相信我 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 赵斯文 一个人的机会能有多少 如果你想成事 成大事 就不能出错 更不能犯这种低级的错 我知道错了 张哥 行了 你好好想想吧 我有事 又真假吧 小潇 你赶紧把信业的那资料 给我查一查 好好查 明天之前必须有 确切材料给我 听清楚没有 发动所有人 查不出来谁都别来见我 你好 那个 我想问一下 您见过这个孩子吗 没见过 谢谢啊 不客气 好 大哥 您见过这个孩子吗 没见过 师傅 麻烦您个事 您帮我看看 您见过这孩子吗 这孩子我见过 真的 是吗 大概有一段时间了吧 那时总有一对 聋哑夫妇带着他 这孩子长得挺漂亮的 第一次来我就记住了 不过怎么看 都不像那对 聋哑夫妇的孩子 那您见到他的时候 他过得好吗 看上去挺好 不过就是不太爱说话 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样 爱跑来跑去 他特别怪 记得我跟他说话 他总是不愿意理我 他总是乖乖地站在那 对聋哑夫妇的身边 他们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从不都说话 大叔 大叔 这里有名人知道 这队聋哑夫妇住哪儿 他们 我也在哪儿 什么时候会来 这儿每天人来人往的 谁会关心谁 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你问这儿干什么呀 因为我是这孩子的妈妈 她已经丢了好长时间了 我找他已经找疯了 大叔 我麻烦你 如果再看到他的话 一定告诉我跟我联系 好的好的 原来这样啊 你也太不走运了 不过你也别太着急 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孩子挺好的 那对聋哑夫妇 我看上去对他也不错 如果我再见到他 我一定打电话给你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您一定要跟我联系 一定 你也多保重 多往好处想想 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谢谢 谢谢 我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早知道你住这儿了 你去哪儿了 子悦 打电话也不接 我有必要跟你汇报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呀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可今儿是我妈的生日 老太太知道你现在 过得挺好的 特意做好饭让我把你接回去 她很想见你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 可老太太一点没得罪你不是吗 我求你大人大量 回家看看她 老太太最近想孩子 变得神仁叨叨的 她说晨晨已经不在人世了 想找人来做法师超度孩子 我怎么劝她也不听 晨晨现在到底在哪儿 谁也不确定 我现在正在找她 你回去跟他们说吧 我跟他们说 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子月妈和文丽真的很想你 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 给他们两个面子 行不行回家一趟 你等等 我出在这儿呢 文丽 你说你哥能把子月请回来吗 妈 我觉得嫂子肯定会回来的 真的 你能肯定 妈 子月来了 我太高兴了 你们都挺好的啊 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来 子月 来 进来吧 好吗 妈 我就不做了 今天来呢就是想跟您说一句生日快乐 你来都来了 怎么能不待呢 妈 子月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昨天晚上 我还梦见了晨晨 妈 那个你厨房不还炖汤了吗 子月 你真的不能走不能走啊 我去看看 妈 我来帮你 妈 可以给你扫的吧 妈 我的未来 就靠你了 我现在跟子月一点话都说不上 如果我想跟她和好的话 你还真得帮忙 好 你是我的儿子 我能不帮你吗 可是当年 你把子月伤得那么深 能不能帮张 真的不知道 妈 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做 嫂子 你说你都来了 你就坐下吃了饭呗 妈真的特别惦记你们晨晨 你今天来了她特高兴 都忙活一天了 自从你俩掰了以后 我都没有理过她的 真的 姨月 这都是我为你做的你爱吃的菜 你吃啊 看你这样子好像很疲惫 现在一个人 要好好照顾自己 别太累着了 谢谢妈 我倒也没有那么累 就是这几天在找晨晨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晨晨没有死 晨晨 她没死她在哪儿啊 她在哪儿 据知情人说 她是被一对聋雅夫妇给收养了 她很好 就是不怎么爱讲话 而且这对聋雅夫妇对她也很好 那嫂子 如果晨晨真的被收养的话 那就太好了 就是就是 赶紧让晨晨跟你一起去找 关键的现在需要去找孩子 对不对 对啊紫月 以后你要找晨晨一定要想上我 我们俩一块儿找 毕竟我是晨晨的父亲 咱们是一家人 对对对 晨晨是你们俩的孩子 斯文是她的爸爸 对不对 晨晨 您来看我我特别高兴 以后你常回家看看 妈 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完了 我先走了 晨晨 晨晨 你别走 我有话对你说 没说 晨晨 我想说 斯文她再不对 她已经悔改了 你能原谅她吗 我想 还让你们做一家人 好 祝您 生日快乐 我走了 紫月 紫月 妈 我去 紫月 妈 你瞧你说的什么话 这嫂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你自己看 你整的 我 我不是希望 他们俩还是一家人吗 你这也不能隔这么久 一见面就提啊 你告诉我 是不是赵斯文意思 你这个 就是 紫月 是 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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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吧 不用 赵斯文我请你以后 不要再来找我 也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紫月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最后一次 好吗 记得永远都没有这个可能 进来 赵总 这是我们委托调查公司 调查的结果出来了 我向您汇报一下 说吧 艾丁 叶总的公司 从注册到现在有一年时间 资金雄厚 公司经营范围很广 但一年来 也就除了做一些慈善 就买了面粉厂的一种交易 专家分析 也许叶总是个超富二代 就他们说的这些我也能看出来啊 我花那么多钱 他们就给我调查这个结果 你告诉他们 钱我顶多付他们一半 好的 艾丁 你帮我约一下这个姓叶 我要再见一下这个神秘的叶总 底点你来订 好的 赵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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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给你拿彩蛋 赵斯文的秘书我打电话了 又要明天见面 不是说先不接他电话吗 他换了个电话打了 我一不小心就接了 那就去见他 那万一他真筹到钱怎么办 拿钱去跟你交易 你就去抬扰价钱 跟他谈 反正就是一点 耗着他 让他跟着我们的节奏走 明白吗 那我去专门专门 眼睛放亮点啊 好嘞 感谢叶总还给脸赏光 来陪我吃这顿饭 上次的事多有得罪 我在这儿 先自发一杯啊 来来来 我也敬你一杯啊 这酒啊 就别喝了 我就有一些朋友啊 酒品特别不好 喝了酒老闹事 有什么话啊 赵总直接说吧 来 我喝一杯 叶总还那么爽乖 你说我找你能有什么事 还是面分场的事 上次咱们说的那个价格 实在是有点 能不能商量商量咱们 我这个人啊 最大的毛病就是胆子太小了 特别怕惹事 你叫这么多人下火 以我的相隔 我就一个选择 跑 叶总 赵总 你千万别着急听我解释啊 其实本来就我们工地上啊 正常施工 动静大了一点 没别的意思 我也没想到 你们还真有那么多人埋伏在那儿 对付我们呢 赵总的意思是怪我了 那绝对没有 这是误会叶总 真是误会 我自发一杯 咱们这边翻过去 来来来来 叶总咱们必须得向前看 向前看 你大人有大量 别往心里去啊 向前看 对 赵总说得没错 咱们一切得向前看 向前看 走 叶总 咱们这事赵总说得没错 一切得向前看 什么时候有了钱 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叶总 不送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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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怎么了 你要拿春江花叶 给我换那块地 好啊 我跟你说 你只要能拿到那块玉 递 我评价让你 真的 骗你干什么 三点 好 我就给你三点 我女朋友 可等着我拿那块玉 给她求婚的 真的 骗你干什么 叶总 还没结婚呢 是啊 正交着呢 现在的女人啊 胃口可大着呢 真不好 她也正着急呢 叶总也喜欢我的女朋友 你怎么知道呢 纯江花月夜 满城有钱人都盯着的东西 早就朝着飞飞洋洋了 对 我后半辈子幸福 可就放大个身上了 好 叶总 赵总 吃饱了 叶总 我专程请您吃饭 您走了 我吃什么呀 给您送手机来了 谢谢啊 走 叶总 您好像对春江花月夜那块玉 也感兴趣是吧 谁告诉你呢 我刚才在旁边听到了 不好意思啊 叶总您看看 老天爷把您的手机 拉在座上 就给了我们再一次交流的机会 春江花月的故事 想听一听吗 赵总 这春江花月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怎么 您也有研究 我当然知道它不是一般的东西 要不这样吧 叶总 您要给面的话 咱们再回去坐一坐 边吃边聊 春江花月夜这块鱼 跟我们家有很深的渊源 敢不开兴趣 听一听 那我就听赵总 给我讲个故事 太好了 叶总给面 谢谢谢谢 走走走 走 走 你知道了吧 这块鱼它本来就我赵斯文的 我要想要拿到我分分钟的事 谁要说能拿到 那它就吹牛 你要我信它 就一辈子没戏 没戏 叶总 行了 赵总 车工的话都说了八百遍了 我含上那句话 我都给你们三天时间 你们谁能把玉瑰给我拿过来 保证是真的 我就把地转给谁 好 干 好 紫月啊 你最近的采访量太大了吧 身体吃得消吗 我还可以 要不要休息几天 休息倒还好 但是我确实想跟您请假 因为我想去找找我的孩子 这是个大事 我批准了 谢谢 你放心吧 你的工作啊 我找个人来替你 那回头 我把资料都整理一下 跟他办一下交接 那我可以从明天开始请假吗 这不是请假 是休假 谢谢您 好 紫月啊 你哪有什么需要 就说啊 有了好消息啊 你也告诉我们 这啊 就是你的家 这的人啊 都是你的亲人 谢谢头 好 我走了啊 好 好 好 上边 这次干的漂亮 算是历历功 谢谢妈妈 接下来等着赵斯文把那会遇 拿到我们面前就行了 他要是拿不出来怎么办 为什么拿不出来 你要知道你给他的价钱 对赵斯文来说是一根救命稻草 他要是不死死地抓住 他就完了 他迟迟地不动工 他的老板张广运不会放过他 三个月要是不还利息 银行也不会放过他 所以你要知道 你给他的价钱对他来说 是多大的诱惑 咱能把春江花叶也拿回来 也算不贵 没错 要让他知道 当年他怎么拿走的 现在怎么拿回来 看你 生活的付出 感情的辛苦 谁陪我倾诉 朋友都在忙碌 喂 紫月 等我把一切都办好了 咱们就一起去找晨晨 我们三个人一起找个好地方 安安静静地过幸福生活 等我 记住我们彼此的承诺 你安好 比我拥有什么都更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王哥 是我呀 斯文 王哥 你要真心想卖那块玉 还不如卖给我呢 毕竟我原本就是这块玉的主人啊 说实在的 我还真没想卖这块玉 我只是出去打听打听行情 没想到行情还挺好 你要不想卖这块玉的话 何必打听行情啊 王哥 您就说吧 多少钱你能出手 你先出个价 我听听 当初您给我一百万 那现在我翻一番怎么样 赵斯文 您是没记性啊 还是赤板掌性呢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王哥 看您说的 咱这不是商量商量吗 商量 有这么商量的吗 现在什么行情你不是不知道 你是老年痴呆呀 还是踏脑进水的 王哥 你这么说我都没法接话了 咱不是跟别人不一样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块玉的来由吗 当初咱们可是有协议了 不过您说玉丢了的话 这块玉现在原本就是我的呀 协议 我怎么不知道 请你把东西还给我们 你的东西哪儿写着呢 我 我们有法律文件的 有协议 在这儿跟我提法律 那我讲法律你开门 下来你 你干什么 找死门 找死门 王哥 咱挑明了说吧 当初就在这儿 您把我们的协议给撕了 我媳妇还在旁边呢 行行行 现在说这也没用 咱别绕圈子了 痛快点 多少钱您肯出手 说吧 这才是他买卖的态度 王哥 您这小孩儿游戏我看不懂 一千二百万 多少 还没商量 好 您把玉给我好好留着 这么多钱总得给我一段时间 筹一下吧 那是自愿 不过 丑话说得疼 十天之内是这价钱 十天以后 要是再涨了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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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亭 把财务老李给我请过来一下 谢谢 老李 进来 张总 您找我 账上可以挪动资金还有多少啊 除了买面粉厂地的那笔资金之外 滚动资金只有三百万了 咱们银行那边的贷款什么时候下来啊 哦 赵总 咱们公司签的合同是按照施工进度下发的 如果咱们已经开工的话 那预计现在应该拿到第二笔了 可是那个地方到现在一直没有动 那咱们财务这笔钱 按说按道理 要是这样挪用的话 恐怕连还利息都很困难 现在公司还有什么可以变现的 除了您名下的公司股权 再就是您的车和您的房子 我的房子 我名下没有房子 我已经外了 您现在住的公园九里那套房子 虽然不在您的名下 可是您把它充做股份了 那在法律上我可以做交易吗 您是公司法人 用它来抵押贷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要有房本 还有本人身份证 还有这个数权书之类的 好 我知道了 您把贷款所需要的相关文件 给我准备一下 好 好 玉芳 玉芳 我想去原来的那个房子 拿回原来的衣服 自己开车去很快就回来 怎么 买了这么多衣服啊 还不够你穿的呀 也不是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 舍不得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跟你认识以后吧 好像回到了以前的我 那个时候呢 我没什么钱 生活过得比较节俭 比较朴实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 我跟赵斯文谈恋爱啊 我那会儿随便改一条裙子 就会被同学们大大赞扬一番 我以为赵斯文会欣赏 可是 没有 结婚以后吗 结婚以后呢 我跟我丈夫 也过着比较节俭的日子 他跟赵斯文不太一样 相对随性些 我跟赵斯文八年以后 又走到了一起 她是我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 我就觉得我不花她的钱 就好像对不起自己一样 那种心理吧 也不知道是出于报复 还是 跟她较劲 她越不想让我做的 我就越想做 比如啊 叶峰 你第一次这么认真地听我讲话 谢谢你 你 比如 她说要给我买套房 可没想到她给我选了一套二手房 当然了 最后买的还是我看上的那套 可我这心里吧 我就觉得不痛快 我就觉得别扭 可能在我第一次跟她分手的时候 就已经预示着 我跟她在一起是一段孽缘 不会有好的结果 可当时我不知道 你现在怎么想 现在啊 我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觉得回到了以前 我的心又沉浸下来了 我对物质的东西 就没有欲望了 就那些昂贵的东西 我觉得都不属于我 虽然你很富有 可是你给了我平时的感觉 让我也找回了迷失的我 好 先生您好 是要看房吗 我帮您介绍一下 不用 我想了解一下 父亲那个公元酒里 你知道吧 当然知道了 那现在公元酒里的房子 一套大概卖多少钱 您是要买呢 还是要卖呢 我 公元酒里的房子涨价了 是吗 那现在一套大概涨多少钱 一套的价格 大概涨了两三百万的样子 帮我看看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保守估计的话 也能卖一千多万的 完了 那我走了啊 有事联系哥们 先生稍等 您要是考虑好了 记得给我打电话 这是我的名片 行行行 谢谢啊 慢走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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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买厕 这儿 好 好 啊 好 我把房本藏哪儿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提供的这些材料中还能作为抵押这资产 基本上没有了 我这些项目里面就没有再能抵押的了 赵总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不好意思啊 来之前我已经对贵公司做了一个仔细的调查 贵公司实力很强 但是摊子铺的太大了 现在谁不知道房地产是怎么回事 表面上都有多少多少亿 可实际呢欠的比传说的还多 全仗着拆东墙不西墙 无码对柳洋的倒腾人 真是小鬼捧得大眼望了 跟你们这人精没法玩 你跟我直说吧 我还能带多少 您要让我直说的话 我就实话实说 就贵公司现在的状况来说 唯一能拿得出来的 就是你公司本身了 但是我们是银行 不会做那种收购公司包装之后 再卖出去的生意 所以这事如果你非做不可的话 我建议你找投资或带帽公司试试 他们每周都感兴趣 那照你这么说 应该怎么样运作呀 合同银行的方式差不多 都是准备好材料找他们去谈 但是他们所能承担的风险尺度 可比我们大多了 毕竟他们所针对的客户 全是像你们这种状况的公司 所以谈成的几率要比银行大得多 那也只能这样去试一试 你再帮我个忙 你看一看我这些资产里边 除了我的公司以外 还有什么能够打动他们的呀 除了公司没别人 那不太少了吗 那你看一下 我再把那些已经抵押出去的资产 给它包装包装 能不能混过去啊 赵总 你要这么做的话 可是为啥呢 我就那么一说 一说就可千万不能这样 再说了 这些投资担保公司的人 也不是吃干饭的 让我说啊 这事如果你真想做成 就实实在在了 要不然一旦被他们查出你的尸底 反而影响了项目之间的信任 弄得鸡飞淡淡 而且就你公司本身的状况而言 你虽然自不体战了 但是毕竟还在运转当中 你手里还有这么多随时可以翻身的项目 应该问题不答应 你说的是真的吧 当然了 我要是投资公司 我肯定愿意跟你合作 虽然你现在公司随时都有可能 干不下去倒闭 但是只要拿到你的公司 我随时可以华力转身啊 请喝点 那要是抵押公司的话 那手续能不能简单一点 我是说现在我急着用钱 来不及开董事会了 就我董事长一个人签字行不行 那可不行 这不合规矩啊 按照公司法规定 必须每个股东都是签字 否则无效 这一次我真的听到你的声音 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 看到你依然在雨里 背对着我独自哭泣 说你愿意再听一次我的呼吸 却一次我真的明白自己在意 却一次我真的明白自己在意 却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 身陷最想你的轨迹 闭上眼睛泪如潮汐 永远冲刷不掉你暖暖的印记 你开始想你的好 开始想你的好 开始想你的好 这种安排不能颠倒 给的太早 又爱的太少 有没有人让你微笑 有没有人让你微笑 有没有人在让你烦恼 哪个你不想见的我 还在想你的好 哦 开始想你的好 好的连痛苦都忘掉 后悔认识你的太早 初恋情人很难到老 开始想你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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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安排不能颠倒 给的太早 又爱的太少 又爱的太少 好 好 好